在昨天火箭和灰熊制宜对西兰赛区的老对手进行的季前赛中,安东尼总算是迎来了自己在火箭的生涯首秀。 本以为会和莱奥纳德、戴罗战以及小乔丹那一样,在更换了新球队之后的首秀,冲其量上场走个台步就下去,结果安东尼愣是在场上充当了世会人,宝灰熊带这帮弟弟们给交的心服口服,由于彩克的缺证。 再加上的涮此前表示,希望可以看到安东尼和温尼斯同时出现在场上的情况,于是让当时盛传会出任球队替补的瓜哥出任了首发。 结果没想到他愣是打出了全明星级别的效率,前三节23分钟的出场时间里,安东尼八头四重,三分球六中三拿下了13分四个篮板和两次抢断,是球队最有效率的一个得分点。 作为曾经的进攻万花筒,安东尼一直以其进攻全面性著称,但如今顶峰电视,他不得不跟随灯泡二人,打起了快乐篮球。 从过去的生涯数据来看,安东尼的场均三分命中率只有31%,在扮演空间形风险那时候甚至还不如安德森。 不过,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训练磨合之后,安东尼已经逐渐吸收了火箭的魔球理论和以灯泡为核心的进攻体系。 作为一个年进七旬的老帅,得帅的经验值丰富,是无庸俱一当。 比起战术的定制,他改造球员的能力似乎更为强大,2016年他上院改造哈登成功,而在去年,火箭几乎用半壁江山作为代价交易来保罗,也被很多人认为他和哈登两个需要求全的后卫注定无法兼容。 不过最后德帅却打了所有质疑者的脸,试想一下,现在安东尼加蒙火箭的时间很短,就已经开始让我们看到好的一面了。 如果随着时间的深入,未来他更适应球队的打法和战术,那么会是如何?真的让人不由自主,憧憬不久之后的常规赛了。 之前在尼克斯的时候,瓜哥和德帅之间的关系闹得很不愉快,但是现在两人在破镜球员之后,一切都重新开始,看到这一幕,也让人无比欣慰。 在赛场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一幕,下半场登场后,安东尼前三次进球全都是三分命中,可谓是深按摩球理论的精髓,而更加令人忍惧不惊的是,在8分34秒时, 安东尼一时手感火热,没有忍住内心的进攻欲望,他先是持球突破,而后略微有点后撤步的感觉,结果踩着三分线就投篮出手,提球空陷入网,再得两分。 但是在火箭的进攻策略当中,强两分是最低效的进攻方式,安东尼这是错误的投篮的选择,命中这个进球之后,安东尼一略惨眉的对着教练习惨的得安东尼傻笑。 甚至还拍了拍胸服说,my bad。 赛头的采访上安东尼说道,今日很棒,就是整体来说,就是能够再次找到篮球比赛的乐趣。 跟我们这一群球员享受比赛,这是一个不错赛季的好的开始,至于那个涨两分,安东尼又说,我道歉了,但是如果我有中距离出手的机会,我就会出手。 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这么做,就像我讲的那样,这挺好,你要出手空位投篮,不能总是安于投三分,要出手空位投篮。 不知道这样的安东尼,上赛季德雷田见我没有。